大家好,我們首先講一下Chapter 11 Chapter 11裡面都蠻複雜,因為講到CPU整個運作 以及RAM和Warm的關係 還有Cache Memory和Register 都蠻複雜的,我們開始吧 首先講一下CPU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最主要的兩個組件,一個是ALU,另一個是CU ALU是什麼呢?ALU最主要是處理數學上的東西 例如1加1,2加2,加減乘除 除此之外,它還會做Logical operation 例如AND或NOT這些 AND或NOT這些Logical operation 這些Logical operation類似人腦的運作 其實整顆CPU都是模擬人腦的運作 人腦就懂得去計算,人腦就懂得去做比較 AND或NOT這些Logical operation就是做比較用的 譬如我做AND的話 如果同時間都是True的時候就會出True,記不記得這些東西呢? 如果OR的話,如果一個True,一個False Turnout出來就會出True,對不對? NOT的意思就是如果Input是True的話,Output就會變成False Wise versa,意思就是這樣 相信大家都明白這些東西的 好,接著說一下CPU CPU本身就是控制一些 究竟它需要將數據去Store 或者是將數據叫ALU去加 或者將數據Output 還是Input的數據進來 這些全部都是Control Unit會做的東西 好,在一顆CPU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ALU和CU都會產生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都需要即時的儲存 儲存在哪裡呢?就是Register裡面的 OK? 而這些ALU和CU的以外 都會有些記憶的 不過在裡面的CPU以內 不過在ALU和CU的以外 就是這些Cache memory Cache memory有Level 1、2、3、3種的 我們接下來會說到 這些Memory 無論是Register也好 或者是這些Cache memory也好 它的容量也不是很大 所以就有一件東西 它會幫助它 就叫做Main memory 就是這些RAM RAM是幫助它儲存的東西 有兩種的Main memory 一種叫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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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稍後都會說到 但是RAM和RAM也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說它是WALATIAL WALATIAL的意思就是 當你關機之後 裡面的Memory都沒有了 怎麼辦呢? 所以要需要一些 行狗儲存的工具 即可以行狗儲存Data的工具 就叫做Secondary Storage Device 包括了Hard Disk 這個就是很簡單地 讓大家知道 一顆CPU裡面有什麼東西 以及CPU以外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它 RAM和WRAM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開始進入氣玉了 就是究竟ALU是什麼東西呢? CU又如何跟ALU一起合作 去運作到呢? 我們看看這個 剛才說了 ALU裡面有Register 就是一些Memory在CU裡面的Memory 在ALU裡面的Memory 這裡也有的 CU裡面也有Register 這個我就建議大家不要看了 因為會比較深一點 我稍後講過的東西會比較準確一點 還有一些Animation給大家看得到 比較容易明白一點 好了,Register 剛才說了 這些Register就是在ALU和CU裡面的記憶體 有多少種Register? 有很多種Register 那麼多種 怎麼讀呢? 怎麼讀呢? 不用太緊張 我現在就開始講一下這些東西 是什麼東西 好了 我用這幅圖 去解答一下大家不懂的東西 就是Acclimator有什麼用呢? Program Counter有什麼用呢? 這些Register 好了 所有的Program 或者CPU裡面 要做到一些東西 都是透過Program 所有Program都會放在記憶體內 它的擺法類似我們學校的老師Locker 這樣擺放的 如果大家記得老師Locker 就是每個老師都分配了一個數目字 你只需要Lockup Table 就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老師 同樣地 因為這裡也分配了就是一些address 我這裡總共有7個address 而每一個address 都會 存在一個指示 在記憶體內 OK? 如果我要接觸這個指示 必須要透過 它相對應的記憶體 才可以接觸到裡面的指示 可以嗎? 接下來我現在想計算5加10 究竟如何運作呢? 整個CPU 開始了 中間會經歷過French、Decode、Execute 整個過程 我現在先去到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 就是驅使我們的Program 由上面一直執行到直至Program 原為止 現在我第一個Program Counter 就應該是1 我先寫下 我現在應該是執行第一個instruction 1 我的Program Hunter就會來到這個位置 去到Memory裡面的第一個位置 去拿它的instruction 原來這個instruction就叫imp IMP就是input 容許我input一個數字進去 IMP就是這裡 IMP就是這裡 我先把我input第一個數字進去 就是5 這樣說 OK 這個5就會存在在accumulator裡面 暫時 OK 直至等待下一個instruction 列入來為止 我們現在又開始french下一個instruction 剛才已經french了第一個instruction進來 French了進來 然後就 decode Decode之後 應該說我去Decode 原來這個IMP意思 Decode完之後 我原來是要meet東西進來的 OK 就是要input東西進來 input的5 5就會放在accumulator裡面 暫時主存著 好了 接著 ProgramCounter 知道已經完結了第一個instruction之後 它就會自動 就要加1 OK 加1就變2 行不行 2是什麼意思呢? 2的意思就是memory address 2 於是就去CPU 去Decode ProgramCounter說現在是2 2的意思就是在這裡 OK 現在看到我現在就去Memory address 2 Memory address 2之後要做什麼呢? 就要 跟這個instruction進來 是嗎? 跟這個instruction進來 好了 現在就跟這個instruction進來 叫sta7 是嗎? sta7 好了 那sta7是什麼呢? 不知道的 就要透過CPU去Decode 到底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 將這個數 Store在 這個 的 7 這個address 所以我就跟著這樣做了 我Decode之後就execute 就將這個5 放在這裡 OK Store在7 這個address 所以我就將這個5放在裡面 OK 好了 還沒完 這個 execute完了 是不是? 我又要French下一個instruction French之前 ProgramCounter又要加1 所以 這個就變3 OK 3 告訴CPU 我現在去3那裡 好了3 3 3就在這裡了 3 然後就開始French下一個instruction 進來了 這就是input 然後就是input 告訴CPU IMP是什麼意思呢? IMP的意思就是input 然後就開始做input 對嗎? 對嗎? 等等 就去做input 然後就去到input的位置 input的位置就是這裡 對嗎? 怎麼做呢? 假設我現在有個10要放進去 我先把10放進去 OK 這個10就會驅使它 透過你的keyboard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寫到裡面的accumulator 就改了裡面的東西了 就變成10 OK 好了還沒完呢 然後呢 這個 3這個ProgramCounter就會變成4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變成4了 好了 4是什麼呢? 4就叫CPU 我們去到4了 好了 4原來呢 就有一個instruction叫AAD7 AAD7是什麼呢? 就要問一下CPU是什麼了 什麼來的? 即是說 將現在accumulator裡面的數值 就加以Memory Address 7裡面的數值 兩個商家 OK 好了 於是他就會這樣做了 Decode了 是不是? Decode了 然後Decode完之後就開始拿 去到Memory Address 7裡面 去做事了 就拿這個5出來 放進去這裡 OK 好了 於是就變成這樣了 這個5過了來 還沒完 因為他說要Add 是不是? 就是說要加的 所以呢 就要加5 10加5 於是就變成15 是不是? 好了 這個15呢 怎麼處理呢? 我們就要等下一個instruction 所以我們又去下一個instruction 要去下一個instruction 當然一定要寫到Programmenta 又要加1 去5 是不是? 好了 5 我現在去 CB說 好吧 去5 看看是什麼呢? 原來就叫output 是不是? 好了 我只知道 就是要Decode的 是不是? 所以就拿去 Decode 好了 Decode了之後 out的意思就是 把value放進去output 於是現在就開始做事了 Execute了 現在開始 就把 這個裡面的數 15的數 放進去output OK? 使它可以output到15出來 就是這樣的意思 可以嗎? OK? 使用output到15出來 OK? 好了 這個instruction完了之後 Programmenta又要做事了 OK? 又要變了 變了做node 6是什麼呢? 上支就去吧 我們看一下 node有一個 HLT的東西 這個command 這個instruction 那HLT是什麼呢? 不知道是什麼呢? 很簡單 就把Decode Decode了之後 就說 System已經結束了 要停了 於是 它來到這裡 就把System已經結束了 停了 就是這樣 停了之後 這個Programmenta就不會再動了 OK? 來到這裡 就是整個 Finch Decode Execute的過程 這個過程 就叫Machine Cycle 當中牽涉到就是 Accumulator 當中牽涉到是ProgramCounter Accumulator和ProgramCounter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Register OK? 這兩隻的Register 而這兩隻Register 亦都普遍在DSE都很常考 就是 常考的Register的類型 就是這樣 好了 剛才說到就是Finch Decode 以及Execute Finch Decode Execute 其實 都是說 就是點量度 我們有時候 如果那顆CPU 執行Finch Decode Execute 速度夠快的話 即是說 那顆CPU的效能 比較好 那麼我們點量度 CPU的效能好不好呢? 就以這個做單位 就是Hertz Hertz Hertz的意思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Times Per Second OK 即是說 一秒鐘裡面 執行了多少次Finch Decode 以及Execute 這個過程 如果我顆CPU是 1.6GHz 那就是等同於什麼呢? 就是等同於1.6 乘1000 to power3 OK? 那麼多個 Machine Cycle 每秒鐘 OK? 每秒鐘有那麼多個 的Machine Cycle 做過 等同於 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好 我們稍後也會再講 Machine Cycle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好了 當然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的屋子 首先你可以看 Litle Man Computer 是不是? 這個Litle Man Computer 是非常好的一個教材 其實 我們試一次 好嗎? 我們先 reset 怎麼做的呢? 首先 我現在只是計算加數 我先 select 加數 它會預設了 program 已經下來了 這個就是 program code 好了,這些program code 就全部下來了 這裡 你看到 是不是? 分別在 看一下 五個 command 五個 instruction 這五個 instruction 就全部進入 這裏的RAM裏面 的五個 instruction 都放在這裡 分別是 901 399 901 199 902 OK 同時 大家要留意 這裏有些黃色的字 黃色的字就是 Memory Address OK 另外還有這些黑色字 Input Input 這裏叫01 Output 這裏叫02 這裏都是一些 address OK 好了,先說下901 什麼意思 9的意思 這裏其實是分開兩部分的 901 分別是9 是一部分 01 就是01 先說9 9代表了什麼呢? 9代表了一個 instruction 01代表了address OK 所以一會看到 9 和01 這個instruction 是會拆開兩部分的 9代表了instruction 01代表了address OK 好了,我們正式執行這個program 我們看看 要執行這個program的時候 就按run 你見到現在 Program Counter的第一個instruction是0 它會分拆了兩部分 ALU 將0變成1 然後再去Program Counter 0就會繼續上去 去到memory OK 你見到Program Counter自動加了1 因為他剛才ALU幫他手加了1 準備接收下一個instruction 當然現在先去到0 去到RAM的0 它會拿到第一個instruction 就是901 這個過程叫Fringe OK Fringe了 你見到這裡很有解釋的 Fringe cycle Fringe了進來 然後他會做什麼呢 然後他就會開始decode Decode了2部分 01 就放在address 9 就會放在instruction register OK 行不行 原來9的意思 9的意思是叫你input數入去 01就是這個數字 將會 一會兒放在某一個地方 一會兒再說 好了 我們現在 就開始 放內線 我們剛才 好像剛才那樣 第一個數字是5 是嗎 放個5 Enter 接著5 就會走上去 01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input的address 叫01 好了 我剛才的5 就暫時放在accumulator 就像我剛才說給大家看 ProgramCounter 接收到1 1之後 去到ALU 變成2 因為準備接收下一個instruction 1會繼續上去memory address 拿下一個instruction 即是準備fringe下一個instruction 好了 接下來 他現在拿到的就是399這個instruction 下來了 大家都應該猜到了 3是一個instruction 99是應該的address 99在哪裏呢 第99的address 應該在這裏 OK 稍後會看到 好了 現在就來到了 他就把3和99分拆兩件東西出來 就是3 99 address 3就代表了 將這個數字儲存 Store 所以他將我的5 就會儲存到第99個address 他現在正在去 好了 他現在就儲存好了 然後 完成了這個instruction 所以 ProgramCounter 又開始出動了 首先 ProgramCounter會加1 準備接收下一個instruction 而2繼續去 看看2是什麼 2就是901 901就代表了 應該都是input的 因為剛才0那個也是9 01就在哪裏 01就在這裏 所以遇無意外 就要我們 在01的address 輸入下一個數字 OK 我們先等下 先測試一下 好了 他現在就準備decode了 好了現在decode了 就是這樣 01 和9 你看到他真的要我輸入了數字 那我就輸入了數字 在01這個address 那裏 10 然後Enter Enter 這個10就會放在accumulator 放了accumulator之後 就要等待下一個instruction OK 就是3那個 3那個就會去 ALU加1 變4 準備接收下一個instruction 而同時間3那個會繼續 找這個instruction進來 所以又會再fringe 剛才execute之後就fringe 好現在fringe一下一個instruction進來 就是199 1就應該是 加這個意思 99就是 第99個memory.js 即是和第99個memory.js裡面的 就是這個content 去做加數 好了現在呢 拾進來了 就是fringe 好fringe了之後呢 接著就會 decode 現在decode了 99 就是address 1 就是instruction 所以 現在他就要拿去99屋的 memory裡面 就是address裡面 所吻含的value 所吻含的value 剛才所吻含的value 所吻含的value 應該是5 5就會被wit進來了 wit進來之後 就會立刻做加數 就在哪裏加呢 accumerator那裏做加數 對不起 accumerator那裏不做加數 而是把accumerator裡面的數值 和剛才wit進來的數值 放到 alu那裏 一起做加數 做完之後的結果 才放回accumerator 好像這樣 好了現在放了 接著呢 這個instruction就完了 所以就準備下一個instruction wit進來了 accumerator會加1 sorry說錯了 alu會加1 所以program counter會變成5 而program counter 原本的4的adjustice 會繼續上去ram wit下一個instruction 很容易錯 下一個instruction是902 好了 來緊了 9應該是 都是input、output的東西 所以現在wit就來了 02在哪裏 02adjustice就在這裏 原來是output OK 好了現在wit進入了 跟著就會現在做decode 入到cpu裡面 做decode 好了 就是 902 換句話就把這個15這個數值 放在address02那裏 去做output OK 所以 output到15 還未預料 program counter繼續去 program counter繼續去 就是使用program counter加1 在ALU裡面 OK 同時剛才的5 就說要拿 第5個instruction 進來 在memory address的5裏 拿的instruction 你看到這個instruction應該是000 000 就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program是會停的 因為什麼都沒有 現在就進入 當他接收了這個000 就是instruction register是0 address register是00 這個program就正式完結了 Decode完 就execute execute完之後就停了 這個program就結束了 和0 這個program就結束了 大家看到了 OK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lip2man computer 歡迎大家 去試試 很簡單 在browser打lip2man computer 就有了 OK 好了 下一件事 大家也會比較緊張一點 就是剛才所說的這些 就是這些 就是register 有很多種register 但實際上我們真的要用到的register 或者考到的register 是這幾隻而已 近來看到的 都是這幾隻 Camerator 大家也知道是什麼 另外 就是program planter 大家也知道是什麼 這些都是register 另外就是memory address register 和memory data register 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一點 這些 OK 它也要儲存memory address 以及這些 的instruction 對吧 這些data 所以其實意思是等同於這個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data 這個就是那個address OK 就是這樣分 其實 它也要找東西存的 它的存法就是在 它那個 叫做memory address register 那裡存 以及 memory data register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說實際一點的 就像我們學校的Locker Locker number 和我的名字 Locker number 就存在address OK 我的名字就存在data 那裡 就是data register 就是這樣 另外 DSEA還有一件事會考的 就是這件事 就 簡單一點 這件事 Status register 會考的 會考哪幾隻 又不是考完的 比較常見就是 0 thread 0 thread 什麼意思呢 我解釋 6-6 6-6 6-6 是否會出0 如果計算了一個數 結果是0 這個0 thread 就會變成1 就是true true就是1 所以0 thread會變1 另外就是 什麼時候變0 0 thread 如果這個數是負數 或者是正數 總之不是0 是0 它就會變成0 OK 另外就是seal thread seal thread的作用是什麼呢 seal thread 是什麼時候用的 就是當你計算出來的數 的sign thread sign thread Sign thread 就是 當你 預見到 計算出來的數 是正數的時候 OK 正數的時候 它就會出0 如果是負數的時候 就會出1 負數的時候會是true 就是這樣 OK 這個很容易記 因為我們平時計算都是 0 如果 LED mode speed 最左邊的beat是0 代表了正數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然後 我們在說的 even party off parity 這個比較小巧 carry thread 也是比較小巧 比較多巧就是 overflow thread overflow thread 就是說 如果你計算出來的數 是有overflow的話 這支 thread就會變成true 例如你兩個數相減 兩個負數相減 兩個負數相減 減完之後 你會出正數出來的 這個一定會有overflow overflow thread 就會變true 就是這樣 行不行 好了 為什麼特意說這件事呢 因為給大家看這題 有一條題目 有一條題目是這樣的 它就說 which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will cause 0 flat 0 sine flat 1 if ax equal to 3 and bx equal to 9 那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理解一下這個instruction是什麼意思 sub就是減數 那add呢 那就加數了 好了 那sub先吧 好了它現在就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看 其實整個意思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將這兩個數字雙減 OK 減完之後 數值放在ax這個address裡面 OK 這些全部都是address 好了 現在ax是3 bx是9 所以應該是 3減9 是嗎 結果放在ax 即是這個結果是-6 負6就放在ax 好了 如出去推 做這些事情 好了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bx是9 ax是3 所以應該是9減3 所以計出來bx的數值應該是6 好了 這個就是ax是3 直接減3 那就是0 所以ax裡面應該是0 最後就是bx是9 9減3 直接減3 那就是6 所以bx裡面的數值應該是6 好了 逐件逐件看 是0 0 0 flat 等於0 即是 not true not true 即是false 這個數 計出來 可以是一個正數 可以是一個負數 但絕不是0 所以我這裡的意思就是 means result is non 0 還沒完 Cypher Cypher是1 Cypher是1 意思就是 這個是一個負數 正數就是0 負數就是1 所以一定是negative side 我們看看哪個數字是negative side 又是non zero 是否只有這個 所以我們的答案 就會是hey 對於這些提供 是嗎 好 我們回到nose 如果大家搞定Status Registar 應該都沒什麼大問題 好了 接下來就已經到 System Buds System Buds是什麼呢 System Buds 顧名思義就是 攜帶著一些東西 傳送不同的東西 我們呢 不好意思 我之前有畫低一些Nose 先畫掉它 讓大家容易看 讓我畫 畫得不漂亮 畫得好一點 好了 什麼是Data Buds 什麼是Adjust Buds 什麼是Control Buds 剛才我們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個叫做Nitleman computer 裡面不是有什麼901 什麼399 這些東西 是不是 這裡可以分拆兩樣東西 901和399 是不是 如果我們做Decode的時候 01呢 這個是一個address 和99也是一個address 那這些address 會被什麼傳送出去的呢 就是透過address Buds 傳送出去 OK 我的電腦應該是畫這邊 OK 就是透過address Buds 傳送的 另外就是 9和3 9就是Input 或者Output 3就是Store 這些我們叫做Control Signals 那這些Control Signals 會被什麼傳送出去呢 那這些Control Signals 就會透過 Control Buds 去傳送出去 OK 好了 剩下就是Data 什麼是Data 就是我們剛才的5 10 我們特意找兩個數商家 這些就是Data 就透過另一支Buds 去傳送出去 每個Buds 負責傳送不同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了 那Physically的Buds 是怎樣的呢 Physically的Buds 其實都在 Mutterboard 就是在電腦底板 這些我們就叫做Buds 就是這樣 OK 好了 這些Buds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好像這樣 譬如CPU想控制 Hard Disk 就怎樣呢 就透過這些Buds 去控制它 包括了DataBuds ControlBuds AdressBuds 去控制 相對勁的Hard Disk 所以每個Hard Disk 都有它自己的Hard Disk 如果你CPU想控制Hard Disk 就要 access到某一個Hard Disk 才可以控制到Hard Disk 其實所有都是USB drive 都有它自己 特定的Adress 如果CPU想控制 USB的Adress 的話 亦都需要知道它的Adress 就是這樣 OK 移出去退 好了 剛才說了Machine Cycle 這個不多說了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了 經歷過Tomane Computer 就是Fringe,Decode和Execute的過程 就是這樣 OK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有一樣東西的Interrupt Interrupt的作用就是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最最後我們收到的 command 就是000 000就是使用到 program停了 每一個program都需要停的 一定要有interrupt的 如果不是 就要不停的run 就沒有可能執行到下一個program 所以每個program都需要有interrupt的過程 就代表了你的program的完額 去準備接受下一個program 好 接下來就是如何量度 CPU的computational power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Clock rate Clock rate的意思就是 你一個CPU 一秒鐘可以執行到 多少個 Fringe Decode Execute的Machine Cycle OK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你也說了 另一件事就是 Word Link Word Link的意思就是 一個instruction裡面可以有多少bit 去表達 而現在普遍的電腦或者你的手機都是64bit 他們Word Link 和 Clock rate的關係是什麼呢 如果比實際一點就類似 就是 如果你跑步 跑快一點 OK 跑快一點 就等同於你的Clock rate 就是一秒鐘跑多幾步 是吧 跑快一點 好了 Word Link 又如何表達呢 就是說 你不單止有一雙腳 可能有兩雙腳 可能有三雙腳 可能有四雙腳 就是多一點的腳 你就要跑得快一點 是吧 意思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利用Word Link和Clock rate 就可以量度到一顆CPU的速度 就是這樣 OK 好了 即是Compensive Power 我們說了很久了 就是CPU裡面的東西 是時候說說CPU以外的東西 就是Main memory Main memory有兩種 一種叫RAM 一種叫ROM 先說RAM RAM就是一個 我們叫Random Assess memory 它的特性就是 只是暫時儲存 例如ALU或CU 計算出來運算出來的結果 暫時儲存 因為它的特性只是暫時儲存 所以 當它放進去之後 它的DATA如果一旦沒有電池 去提供 去backup它裡面的記憶的話 就會消失了 即是RAM裡面的東西 所有記憶都會消失了 我們叫這個特性 我們叫這個特性 叫Volatile Volatile 即是裡面的飾機就會消失了 就是這個意思 OK 有兩種RAM 一種叫SRAM 一種叫DRAM 分別就是它們的速度 以及容量 很明顯速度容量 SRAM是特別強一點的 大一點的 就是Static RAM Dilemma RAM就會小一點 相對價錢要便宜一點 大家要小心一樣東西 DSD考過一樣東西 叫SD RAM SD RAM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 S和D的RAM 千萬不要弄錯了SD卡 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完全不同的東西 SD卡是secondary storage device SD RAM真的是WAM 是primary storage device 大家要好好小心 千萬不要重複 OK 好 這樣 好了 跟著一樣東西 這個也不用了 Wid-only memory Wid-only memory 在所有電腦都會有的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儲了一個program 在裡面之後 永遠都不會刪除了 除非用特別的方法 才可以刪除 所以這種 Wid-only memory 裡面的program 的程序 永遠都不會想著改 除非特別情況 才會改 否則裡面的東西都不會改 這個program最好是做什麼呢? 要做boot機的program 所以它會放進去做 通常的program 都是做boot-trip program boot-trip program 就要來測試 當你開機的時候 測試電腦的運作 正常運作 測試電腦和麥克風是否已經 連接好 你的hard disk是否正常運作 你的touch screen 如果你是iPad或者是Android的手機 Touch screen是否正常運作 這些都會在你開機的時候 會做的 就是透過這個boot-trip program 除此之外 它也會有一些簡單的program 放在這裡 協調data transfer 就是這些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 很小的program 放在Warm裡面 使用你的 Input Output可以做得正常運作 就是這樣 放在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non-volatile的 或者使用機器 都不會消失的 坊間上面有兩種的warm 一種叫做EPROM 一種叫EEPROM 大家要小心 為什麼我會說要小心呢? 因為它有別於CD-ROM CD-ROM 是secondary的 大家要小心 OK 不要混亂了 這些東西 EPROM和EEPROM 是什麼呢? 大家當作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要有電力 如果有電力 某一個電力的電力 就會使用到裡面的資料會刪除 你就可以重新燒進去 OK 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用過這件事 就叫做 Filmware Filmware Update 你的iOS 即是你的iPad 或者iPhone 經常都會做Filmware Update Filmware Update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更新的ROM 即是boot機的過程 一些小程式 是更新的 每次的Filmware Update 都會使用你的機器 還有不可以關機 它會幫你自動boot機 就是這樣 作用就是去修補 ROM裡面的security Node Post 所以這些Filmware Update 是需要做的 大家要留意 它就有update裡面的ROM Cache memory Cache memory 就是講你的 Core裡面 以外的 但在CPU以內的 一些記憶體 OK 他們的關係 和ROM之間的關係 可以這樣做一個總結 它 都是儲存 你們ALU或CPU 所計算出來的結果 暫時儲存 為什麼又要有register 又要有cache 因為不夠用 不夠用就要放到cache裡面 Cache 我先講一下SS的速度 SS速度是比ROM更快 ROM放在CPU以外 Cache是放在CPU以內 但不是放在ALU和CU裡面 ALU和CU裡面 放在register 我再重覆一次 讓大家記住 而SS速度 Cache一定會快一點 快過ROM和WARM OK 好了 是不是WARLATILE呢 是 Cache和ROM都是WARLATI的 WARM 就是LONWARLATI的 Storage Capacity 哪個大一點呢 WARM是大一點 大於WARM WARM又大於Cache Memory Cache memory很小 OK OK 剛才我講了就是LV3那樣東西 LV3、LV2和LV1的Cache 看看這幅圖你就會明白很多 看看 這裡其實是一粒CPU 裡面有4個Core 4核 你當作4個腦 1粒CPU裡面有4個腦 LV1的Cache 不是很大 只有4KB 只是給他自己的Core用的 留意到嗎 OK 只是給他自己的Core用的 所以這些LV1 這些全部是LV1的Cache LV1的Cache 只是給那顆Core用的 你看到了 和相對地是小的 LV2的Cache就是這個 LV2的Cache都是給自己的Core用的 你看到了 每個Core有自己的LV2的Cache 都是給自己的Core用 不過 它相對LV1的Size是大一點 為什麼要這樣去設計呢 因為當這個不夠用的時候 它就放在這裡 就是這個意思 或者這個不夠用就放在這裡 但是記住 LV1、LV2都只是 同一顆Core OK 如果當這兩個都不夠用了 就放在LV3的Cache裡面 LV3的Cache是什麼呢 就是 共用的 你留意到 這條有一條線 是嗎 這些全部是共用的 或者這麼多顆Core共用一個Cache memory 好 大家要知道LV1、LV2、LV3的關係是什麼 分別是什麼呢 就看這個 LV1 傳輸速度非常快 為什麼呢 你不可以拖慢你的Core LV1 所以它的傳輸速度很快很快 LV1 LV2 就沒有LV1那麼快 LV3 就再沒有LV2那麼快 不過怎樣也好 Cache memory 永遠都比WAM更快 OK 永遠比WAM更快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OK 最後就是講一下CPU將來發展 CPU將來發展就是多些Core 現在有些手機都要走到八核 即是百度Core 大家留意一下 多了Core是不是有一個好的呢 未必的 就好像多了人手做事是否一定好的呢 如果多了人手 使得他們可以分配到工作 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多了人手做同一件事就沒有意思了 好像蓋房子 如果我多了人手 全部都是以為混水泥的 那就糟糕了 大家都在做混水泥 當然有些人去蓋房子 例如扎槓筋 那些 或是單塌抬抬抬抬 所以多些Core應該要分配他們的工作 透過什麼分配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越多的CPU 就要扎槓筋做得越好 才可以做得到這個 這個叫做 parallel processing的過程 OK 所以多些的Core 我們就是想做到一個 叫做parallel processing的能力 好了 另外呢 你顆CPU夠快 你儲存也要夠快 是不是 所以也會有這個 就是SD-WAM 要夠快 現在 通常SD-WAM用的是DDR3 即是舊式的WAM的三倍速 好 這一課就講到這裡 就完了 希望 這樣說可以幫助大家了解這一課 OK 有什麼東西再找我吧 好 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